蛇诗曼,1975年,出生于中国香港,中国香港女演员,毕业于瑞士国际酒店管理大学,家庭出身,父亲在蛇诗曼五岁时因交通意外不幸离世,母亲是香港电台的DJ演艺经历。 1997年,蛇诗曼在瑞士国际酒店管理大学毕业后,返回香港,在妈妈的建议下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秀比赛,最终获得总决赛季军。 随后,与香港无线电视台TVB签约,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 1999年,主演的古装武侠剧《雪山飞狐》播出,2001年,主演的古装武侠剧《倚天屠龙记》播出, 他在剧中饰演周芷若,2003年,主演的古装宫斗剧《地女花首播》, 他凭借该剧获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《我最喜爱的》,电视角色奖,2004年,主演的古装宫斗剧《金之玉涅》播出, 他在剧中饰演董家尔纯,凭借该剧获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《我最喜爱的》,电视角色奖,马来西亚阿斯罗, 华丽台电视剧大奖《我的挚爱女主角奖》,和一电视大奖《十大电视一人奖》等奖项, 2006年,主演的爱情剧《凤凰四重奏》播出, 他在剧中分识四角,凭借该剧获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《最佳女主角奖》, 和《我最喜爱的电视女角色奖》,2008年,主演的时装查案剧《法政先锋二》播出, 2009年,主演的古装宫斗剧《宫心记》首播, 他在剧中饰演刘三好,凭借该剧获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《最佳女主角》, 和《我最喜爱的电视女角色奖》, 2010年,主演的古装喜剧《公主驾到首播》, 他凭借该剧获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《最佳女主角奖》, 2011年,主演的古装宫斗剧《甄嬛传》播出, 他在剧中饰演乌拉纳拉一修, 2014年,主演的警匪剧《使徒行者》播出, 2017年,主演的古装宫廷剧《严洗攻略》播出, 2018年,主演的民国剧《遍遍不是海棠红》播出, 2020年,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《燕云台》播出。